荷包蛋在煎台上滋滋作響 无论是加萝卜糕还是蛋饼 每天早上一颗蛋已是果然日常 不过近日缺蛋风波影响蛋价 早餐店最有感 需求量大的早餐店业者表示 蛋成本甚至从一箱六百元 陆续调涨至一箱要价上千元 根据农委会估计 目前每日就有五十到八十万颗蛋的消费量缺口 就判蛋供应紧速回归正常 农委会也做出短中长期的因应措施 在短期的部分 就是加强这个鸡蛋的专案的进口 还有加强鸡蛋的这个横向的调节调度 特别是跟加工业者来做更好的调度 来做最好的这个鸡蛋的这个供应 那我相信在不久都会得到比较好的缓解 除了短期调度 未来勤设防疫 鸡之增养也是面对蛋荒的策略之一 不过现在不止鸡蛋 鸡肉也传出供应不足 农委会解释 国人对肉鸡需求日渐增加 加上国际禽流感影响 进口鸡之量 农委会仍会密切追踪 不过目前国产肉鸡则供应充足 有些新闻的阿尺许佳蓉 QINDIF新北乌兰南投人爱采访报道